各位旅客您好 列车即将抵达终点站 驻山车站 驻山车站海拔2451公尺 是台湾铁路系统海拔最高的车站 山里面天色未明 老画家随着人群走下了火车 背着画具来到了海拔2400公尺的山顶上 破晓时分 他拿起了画笔 眺望着远方的山棱线 准备迎接驾阳从驭山背后 缓缓浮现的那一秒钟 晚年的杨三郎 并未停止对风景的探索 并且始终在尝试把握自然世界 变换颜色与光影的奇异时刻 而在他的绘画世界里 台湾岛上的色彩变化 又有什么样的呈现呢 1922年3月 16岁的杨三郎迎着海风 心中燃起了无限希望 那一年 他擅自离开了大道城的老家 搭上轮船前往日本学习绘画 在日本京都 杨三郎顺利考进了当地的美术学校 学习到西洋画的创作方法 数年后 他的技巧逐渐成熟 并且开始在台湾与日本的画坛展露头角 特别是在日本民间美术团体 春阳会所举办的展览当中 他旅有作品入选 其中 慈善妇人像 以妻子许玉燕为主角 描绘出台湾女性气质高雅的面貌 这不仅成为杨三郎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 也让他被推荐为首位出身台湾的春阳会会友 1932年 杨三郎踏上了另一段 对他而言意义重大的旅程 远赴法国与欧洲各地旅游 进修 这段期间 他的许多创作 都以巴黎的城市风景为主题 作品还曾入选当时欧洲备受瞩目的《秋季沙龙》 二战结束后 杨三郎举家搬到了新北市永和的往西一带 走进他所设计的画室 大片玻璃窗为整个空间带尽了明亮 屋内的摆设则记录了他在世界各地旅游作画的足迹 后来他绝大部分的作品也都在这个空间里完成 在绘画当中 杨三郎总是不断地探求自然世界的诠释方法 日本的雪景 美洲的秋色 每一幅画里鲜明色彩 都得自于他清零现场作画时的深刻体察 而在他的作品当中 最重要的描绘对象 仍然是台湾各地的自然风景 在台湾中南部山间地带 杨三郎曾经好几次 从不同的角度描绘玉山的身影 在1984年完成的这幅《玉山日出》 表现了冬至时节 太阳从玉山主风与南风之间浮现的景象 画里的天色出亮 树丛 挨壁与连绵山脉 颜色仍旧阴沉 但在山的棱线之上 朝阳的光芒已经点亮整片天空 仿佛下一刻便要唤醒整个世界 同一时期 杨三郎也热衷于描绘东北角海岸的景色 1986年的旭描绘的是海边的日出时刻 从远方渐渐升起的太阳 使得画面里的岩壁逐渐明亮了起来 海洋上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 雕骚出岩石的线条起伏 自然世界的瞬喜万变 在这幅画里获得了精彩的呈现 生涯晚年 杨三郎仍旧对于户外写生满满热情 最特别的是 他始终向往日出 在八十余岁一次中风之后 这位充满毅力的老画家 重新拾起画笔 所描绘的第一幅画 仍是曙光乍现的景象 以大自然为师 不断地在自然世界里 寻找创作灵感 杨三郎的话 透露着一生的热情追求 他的艺术生命 或许如同画里的朝阳 始终绽放着光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